哇 一批一批 平時經常有人說餐廳廚房可以很骯髒 原來有一班師傅每晚就等餐廳下班 他們就進去開工 第一 你要捱間底下 現在應該是兩點左右 擦擦擦擦擦 精神就可以飄到哪裏 你要忍受到骯髒 是釣魚 人家中雨洞的狀況 我會形容這些不是污水 是我們辛苦了一晚的精靈 而且你要同時間競賽 終於在大家工作了四個多五個小時 終於砌完了 做一份工作會有成功感的就是 做之前或做之後 你會感覺到很難看 原來餐廳清潔 有時還需要出濃度泵車 開來見我 我看到油膏上有蟑螂走 它就會有些東西倒灌出來 然後再放進去吸 還有我覺得吸那一下就開始有那些油溢味 那些味出來 整個月的東西來的 今集試一次 我就跟師傅們去清潔餐廳廚房 大家好 我是MM的牙朗 現在是晚上11點 我們就出發一間餐廳了 為什麼近夜才去餐廳呢 因為我們不是去吃東西 而是去清潔 平時在家廚房清潔時 都會覺得很難處理 因為有時很多油煙 究竟一間餐廳 早午晚四都會去 廚房清潔起來有多難處理 我們今次就跟師傅去看看 你們可以稱呼我做阿姓 做了清潔就15年了 前前後 不同餐廳的廚房清潔 都會有不同的要求 而我們今次就會做一間既有小炒 又有火鍋的中式餐廳廚房清潔 西餐廳會有機會清潔爬爐和炸爐 爬爐和炸爐都會用電 其實不可以用水 所以要手做 日本餐廳基本上要求的 會是防滑地下的乾淨 因為防滑地下瓷磚一般都會是白色 出出入入就會很容易黑 今天我們做的茶餐廳 基本上它屬於中餐類型 俗稱就是鍋氣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變成它出來的油會比較大和多一點 我們今天要洗的有三種器具 其中最麻煩的就是這個煙罩 即是抽油煙機 6至7個小時的工作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清理它 洗好之後還要洗路頭和小型格有遲才可以收工 你儘量5點前可以交給客人 所以變成你一定要很急趕地去做 做煙罩的就是煙罩 洗板的就是洗板 如果有其他工作 總之不在煙罩附近 其他同事就會做其他工作 洗煙罩粗糧可以分三個步驟 先是擦板 然後再花大約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用漆鏟和藥水清理油漬 最後再過水 誰知道打開一塊板 好像打開了新世界一樣 原來油漬是可以用一柄柄去形容的 這個要怎樣拆的師傅 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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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小心 哇 它的油漬是一塊塊的 是釣著油漬在這裡 看到師傅在包隔壁的路頭 原來這個爐頭也有鐵關 打開之後看到有一個 梯盤是蓋著灶頭 因為怕它們洗東西的時候 水會滴下去會影響到灶頭 舖頭開門做生意就麻煩了 所以它們洗之前 就會用東西蓋著它 雖然做這行 髒就預料了 拿上漆鏟就快點開工 但站上去那一刻就覺得 好像真是置身於油漬裡面做事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洗到師傅要求這樣 我下去 要不要先清洗頭頂 我差點以為是做頭掌 我想說油漬的位置 耐用力的程度是多很多 我是慘不動 我感覺到油漬是積住的 是啊 因為它一直向下流 變成積住在那裡 三個月已經很厲害了 不是 它經常性都會洗的 這間店鋪是三個月會洗一次的 其實是 但因為它的生意都比較好 鑊起來比較重 所以油會比較多效果 這個 這個就是三個月油漬的厚度 厚於我的臉皮 平時如果你來做 會大概做多久 大概三個至三個半小時 冬菇亭的煙炸 聽說是五十年沒了 已經是炭的結晶 我們試過拿作作不動 我要出動到電轉才能轉動 其實我沒有做過甚麼 已經滴汗了 如果我們做廚房 一般 例如剛剛關火爐頭 外面三十多度 裡面四十多度 試過也有同事中暑 剛剛在我那邊剷製的七樓煙機 剛剛拆出來的板 師傅們在旁邊已經滴剷製 等一下 這些板板真的難過剛才 鬆了 故意用右手 左手不夠力 直接受炒爐的熱力會快乾一點 對 我看到這些很黏 很硬 還不黏 鏟不起來 鏟油漬主要是想鏟粥硬化的油壺 之後噴藥水就可以容易溶化 黏性比較弱的油漬 而噴藥水的要權 一個字說完 就是要狠噴到油漬到便水 現在就會噴藥水 其實是用那個時定開 所以打單個面罩 怕噴的時候會彈到自己 都未得是比較硬 主要噴到表面的油漬到軟化 因為西餐用的油 不同於中餐 西餐主要是橄欖油 植物油多些 有時中餐會加豬油 變成它的黏性 西餐一噴藥水一兩滲 就已經可以噴藥水了 中餐的起碼要3-4-5 最後跟師傅夾手夾腳 噴了4轉藥水 現在就可以用清水過一過了 我們應該大約12點到開始 現在差不多4點 我想當中有不少關係 但是因為我拖曼師傅的進度 但是聖哥我看到有些位置 好像噴完都仍然有點油漬 要再倒閉 好 其次我覺得最難處理就是坑位 聖哥還在倒閉的坑位 不知我角度上的問題是怎樣 其實就算噴完 其實也比較多油漬 所以現在聖哥就幫忙處理 一陣就幫忙處理 沖水要時高時低 就合角度才可以沖走油漬 但有時頑固的油漬 沖極都不掉 最後都要靠師傅再刷一次 因為都已經花了4.5小時 為了不要令師傅OT太久 都是讓他們直接來執修一下 這個拆油煙機 終於在大家工作了4個多5個小時 終於砌完了 可以看到剛才師傅過了水後 都乾淨了八九成 起碼真的看到銀色 一開始拆的時候 完全看不到有銀色的痕跡 如果可以將一個三個月沒有洗 還要每天用十多小時的抽油煙機 可以洗到這樣的程度 我覺得都厲害 我覺得你今天的表現已經非常合格滿意 其實他們進來做會覺得想得簡單 試過一來到叫他想去產 他已經不適應他就會 半晚就已經離開了 洗煙罩超了時 希望洗爐頭和小型格油池 可以追上一點時間 洗爐頭基本上和洗煙罩的步驟相似 都是產油漬 用藥水抹 最後過水 但因為爐頭的位置長期都處於高溫的狀態 所以這裏的油漬是比煙襲攔漬很多倍 如果真的不清理 一來會搶貨 如果你的抽油煙機不清潔的時候 裏面是油的時候 更危險就是 在抽油煙機經過氣槽發生火警 你越來越厚的時候 你放上鍋 即是鍋氣變成炒的時候 會不會太熱 很滑 看我這樣 好像刨不到東西出來的感覺 要用刀 即是七鏟尖的位置刀下去 熟能生效用刀的位置刀下去 因為你如果不習慣 你會很浪費力 很累 最後刨了大約半個小時 才刨得完爐頭表面上的油漬 但我已經刨到沒有力 幸好師傅可以幫忙 拔賣爐頭和過水 在師傅們的努力下 終於洗好我的座頭 可能就這樣看這些位置 都好像黑奔奔 好像沒那麼分別 但其實如果你看爐旁邊這些位置 就可以明顯看到剛剛是油漆的 但現在是反過 起碼有手影會在這裏 平時兩位師傅處理煙罩的時候 其他特閒的師傅 就會清洗著 例如小型甲油詞這些器具 無必爭分奪廟 它是分兩格的 一邊是從星盤流下來 然後就會過了旁邊 一邊流走 一般有兩種方法 處理這些小型甲油詞 放得下電泵的話 就可以直接抽水再洗 如果不行 就要靠師傅 人手撈起入面的廢物 然後再用化油劑清洗 因為這個是水吧 水吧會比較糖分的東西 咖啡、奶的東西 因為糖分高的東西 魚水耐久之後 就會變成啫喱狀 就不是唇油 這些像打火鍋 打火鍋之後 湯裡滾了很多肉 你不知道原來是那種脂肪還是蛋白質 那種東西 現在就是那種東西 嘩 一瓶 一瓶 而且現在開始撈出來 我開始聞到有些氣味 忍住氣 終於撈清之後 就加上化油劑 過一過水總算完成 最後在超時一小時左右下 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你覺得其實做這行 有沒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第一不怕油先不怕髒 而且你要跟時間競賽 如果它有早餐的話 基本上你要五點前 一定要交到給它 將一個很髒髒的東西 變得很乾淨 閃閃亮 你就會有滿足感 我覺得最大的感受就是 髒是預料的 但我覺得整份工作下來 我覺得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你要有耐性去做 不然你強行洗便會洗得好 你要時間慢慢洗 就可以洗得乾淨 但不要以為餐廳清潔這樣就完 因為其實餐廳清潔 除了在餐廳裏面之外 其實還有些部分 都是需要這班師傅去做的 我現在回去看看頭 明天我們繼續跟師傅 繼續做 晚安 現在終於可以睡了 本身又要跟師傅去開工了 晚安 老闆又讓我隔壁做些事我做 今天晚上不用睡了 又要追加了 每天做這麼多個妝容 壓力很大 香港很多工都壓力很大 又要日夜顛倒 想有較好睡 GNC三效填睡特強配方 它用天然座面成份加長效退黑素 沒有副作用 不會產生依賴性 幫你放鬆心情 減少焦慮 促進入睡 改善組醒 淺棉 多夢等由壓力引起的睡眠問題 無論你是鄰居還是趕緊線 都不怕沒有睡覺 看到我便換了整身的裝備 大家知道 現在就要跟師傅做第二部分 我們看了小的駕油池是甚麼 其實當餐廳很大間 或者可能在商場有很多餐廳 還有一些大的駕油池 要怎樣處理這些駕油池 就要出動到我身後這些車 接著就駁喉 駁喉 駁喉 對 放在車上 接著準備一會兒吸的駕油 我們可以開駕油池 開駕油池 他是葉師傅 專門處理大型駕油池 吸氛 通渠等工作 我們通常駁喉是用高位 三寸的高位來吸 所以駁喉口 拆了這個駕油池 然後駁這個駕油池 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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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駁不緊的話 吸駕油池的時候 一吸駕油池 就會噴到你四周圍 全部周圍都是 你有試過吸不住嗎 有 很老實 這些大型駕油池 通常每個月都會清洗 有時候因為有骨頭等的處遇 令到排污渠於身 葉師傅也要視乎情況 幫忙通過渠 就要開這個高路井 這個路井 對 對 上來也不要轉手 好 試試 站進一點 對 對 OK 很重 好 好 就這樣就可以了 剛才沒有味道 現在開始有味道 待會就很好味道 剛才看不清楚 現在看得真是怎樣 這條高壓喉 用來洗渠 洗渠 對 你可以拿著 可以看到這個喉口 其實水是向後射的 現在我們要放在渠道 然後放在膠喉裡 一開水的時候 整個花沙頭 就會開始衝進渠道 在裡面洗 嘩 真的挺髒的 對嗎 一扭一扭它又有東西 對 很多 這些已經不是油污那麼簡單 這樣不是要撈出所有固體的東西嗎 可以不撈 不撈也行 因為我怕它會塞 嘩 筷子 你不相信嗎 怎麼能衝進來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水杯 那些東西就丟進去 通好污水渠之後 就開始處理大人格油廁 基本上只要吸收這些油污出來 再找到自己的地方排放 就結束 師傅說這個東西是最髒的 開來見我 你看看 走得多遠 我看到油膏上有蟑螂走 先吸收它才看到渠孔 明白 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對 待會它轉吸 我感覺到絕著的感覺 對 然後你起一起 因為我現在感覺上 吸收一會 就要拉高一點 離開那些油污 它就會有些東西倒灌出來 然後再放進去吸收 所以你看多點 熟了幾口 你今晚不用吃飯 還有我覺得吸收那一下 就開始有那些油溢味 對 那些味道出來 是整個月的東西 通常一個月就不遲 對 今天這個有多難 多難處理 十分是最難 三分 空間夠大 環境很舒適 可以讓我們做到的事 有時候有些地方 在一個物室 裡面 你就要趴在這裡做 骯髒的情況就是 整個池都是油 我們要站在油池上 幫它做清潔 做清理 因為整個池都塞了 我一開始以為 吸加油池 是吐條油的吸 那便完 我猜不到原來 中間這些通渠 可能之前搬夜那些 單純是努力 可能要處理油池的時候 例如一吸那一刻 真的忍不住 會有些異味出來 這份工作絕對是一個 又需要體力 又需要掩護性的一個行業 單純可能靠體力 都不足以應付 好 還不允許 帶我們盡量 uk 再次 死了 有沒有寫了 沒有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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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有附近 明天有些看法 都會有 總共 只有 12點了 哪會怎麼睡得著 明天有很多做 開門睡覺就被人罵了 三點都睡不著 不用睡了 睡不到睡 可能跟你的壓力 環境 身體機能有關 不睡玩手機 通宵工作 都會令你身體不夠退黑素 當然想睡也睡不到 用GNC三效貼睡特強配方便有睡覺 獨有漸進式座眠技術 在睡眠期間逐漸釋放 做到情緒睡眠相效調節 裡面的草本成份和退黑素產生協同作用 更有效改善有壓力和焦慮引起的睡眠問題 GNC還有其他退黑素座眠產品 強效誘導入面 鬆弛閉緊神經 全身推出的甜睡軟糖 吃兩顆才睡 就不怕整晚發夢不斷醒 睡得好 翌日自然有精神做事 外匯都不會睡晚睡 被人罵 限時優惠 買第二件半價 曼玲和GNC專門店有10 電視炭黑素的節目 按摩